这个女人正高兴地给邻居送烤鸡 丈夫却突然被警察带走 她立刻傻眼了 直到在法庭审理时 她才彻底明白真相 原来自己的老公 作为赫赫有名的金牌律师 却陷入了与客户之间的罪案 更傻眼的是 还意外得知老公出轨的事实 当意外降临 同时遭到家庭和情感的背叛 这个女人艰难走出法庭 女人痛定思痛 原来顾念曾经也是一名优秀律师 可如今成为全职太太已经十年 开律所事业有成的老公 竟然在这时候不仅吃上了牢饭 还给自己戴了绿帽 女人看着全家福 内心满是心酸 当梳理完内心伤痛和生活困境 她果断搬离豪宅申请离婚 成为了单亲妈妈 并火速重新开始了工作 在老同学丰盛的吉利引荐和利药下 顾念凭借自己职业律师资格 顺利进入到同学与人 合伙创办的宜圣和律所 成为一名律师 可第一天上班就遭到了同事的公开质疑和嘲笑 顾念苦笑着没有说话 老同学丰盛看出她的尴尬 霸气解围 大为 顾律师是我请来的 我之所以聘用她 是因为我认可她的业务能力 跟她的家庭问题无关 比大为不依不饶 继续质疑其工作能力 你凭什么认可她的业务能力呢 据我所说 顾律师已经在家相夫教子 十年 但是我是她的大学同学 我非常认可她的业务能力 当我得知到重回职场的时候 我就第一时间向她发出了谣言 不过我认为 人是任用的问题 那完全可以公开她嘛 终于这位女大boss看不过去了 开始整顿职场 大为 这件事是我和风主任商议后 共同决定 你有什么意义 咱们可以回后说 看到没 这才是大老板气势 瞬间熄火的李大为 果然是不把二老板放在眼里 他依然不死心的 又开始作妖 竟然内涵影射两人同学情不纯 并揭露顾念过往职场史 以达到笑话和羞辱目的 其实啊 风主任以前就经常跟我提起过 你在大学辩论队的时候 就是圆女侠 无论风 还说 多少男人在一十六群下 隐恨 那算了 顾念面对职场PUA 面对同学和上司 对自己的维护和期望 他决定霸气回怼 他说那个人就是我 而且 我不仅大杀四方 还有点六亲不认 凡是轻视我的男人 都没什么好下场 听到这句话 是不是有灭绝师胎的济世感 看来 这俩人有得逗了 这也只是一个小场面 接下来 看真正走向职业律师的顾念 如何一路披荆斩棘 挑战商战 这个女人第一天上班 就遭到了全公司人的笑话 和职场PUA 好不容易结束了尴尬的入职会议 接着就看到了同事们 议论他婚内出轨的丈夫 宋嘉诚庭审的新闻 顾念心里五味杂陈 这时公司俩老板 一前一后找顾念谈话 作为又是老板 又是同学的丰盛 主要是关心为主 并解释了李大为在例会上 阴阳怪气为难他的原因 他那是拿你这事 才报复我呢 但是没办法呀 这位大爷实在是太能赚钱了 这时候的下场很少 顾念也瞄懂职场上 讲究的权衡利弊 他也自知出来乍道 不想惹任何麻烦 只求早日适应好好工作 公司女老板令仪 则是直接把顾念叫到办公室 当顾念看着眼前 被自己视作偶像的这个女人 领略着这位绿界女精英的 非凡成就和强大气场 顾念敬佩羡慕之情 油然强烈 她当即表决心 我有心理准备 我会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协调好工作和家庭 这可并不简单 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此句看到这里 本博必须要停下来 给这位演技爆棚 魅力无限的表演者 竖个大拇指 公司老板这一关轻松过 接下来就没那么轻松了 因为办公室老同事 PUA职场新人的名场面 即将上演 公司给顾念安排的助手 叫叶勤勤 可这个叶勤勤 在面对顾念的友好招呼时 却并不买账 甚至连装都不装 还冷着脸 搬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好像之前咱们见过似的 记错了 坐吧 顾念刚坐下 话说那个公司 最赚钱的离婚案专家就来了 还丢来一大落卷宗 让顾念三十分钟之内 扫描成电子版 存到她的U盘 顾念看出李大为 故意刁难她可又无可奈何 尽管顾念拼尽全力 可还是比一同入职的年轻人方絮 晚了一步完成任务 于是李大为 又借题发挥轮番刁难顾念 还带领全体同事 在会议室看她笑话 多亏方絮暗中帮忙 顾念才勉强过关 于是加班也成了必修课 本篇解读了一个女人 第一天上班所见识的职场众生相 不知勾起了多少职场人的共鸣呢 你听过替妇从军的 有听过替妇坐牢的吗 关键还是为一个禽兽渣男老公领罪 是什么让这个女人 做出如此举动 这起因罪嫁导致撞人的案件 是顾念经律所接的第一个案件 非常细心的顾念 很快就发现了口供的漏洞 当她去看守所询问时 作为当事人的这个女人 不仅说谎还拒不交代事实 我是说错了是吧 这怎么可能说错呢 一审的庭审自然不进原意 随着检方进一步的指控 作为律师的顾念 不得不再次对当事人 进行询问和调查 面对新证据 这次当事人也不得不交代事实 还真的那个人 不是我 是我老公 这个女人为什么会做出 如此大的牺牲 宁愿自己被关小黑屋 也要成全自己老公的自由 原来只因为这个女人 眼中的自己是个 只会照顾孩子的全职家庭主妇 没工作不挣钱 生活的一切都只是 围着老公和孩子赚 当面临家庭变故 这个女人第一时间想的合作的 竟然是保全老公舍弃自己 她觉得保老公就是保住了家庭 有老公就保住了金钱 就相当于保全了家庭和孩子的一切 我求求你 让我顶下这个罪行吗 不要牵连到我的家人 殊不知这个女人简直愚蠢之极 因为在顾念之后深入的调查中 发现了这个女人的老公 就是个禽兽渣男 她不仅早有婚外情 更甚的是还坐实了 此案件撞车的核心意图 是她那个禽兽老公 要将情人灭口才故意制造的车祸 故意杀人罪 这要被判处 死刑 无期徒刑 最少也要十年以上的有罪徒刑 你以为这是开玩笑吗 顾念感同身受也背从心来 因为她也曾遭遇丈夫背叛 从而对婚姻对生活有了觉醒和抗争 于是顾念以一个全职妈妈的角度 从婚姻情胆和职场出发 用字节伤疤的方式拿自己举例 向当事人倾诉了自己十年 全职妈妈到如今离婚成单亲妈妈 在重回职场的心路历程 你要允许现在生活开始发生 我可以 你也一样 此时的当事人也忠于觉醒 痛定思痛的 他决定不再替老公顶罪 他要勇敢面对一切拯救自己心生 我真的没有下人 救救我 这个男孩犯事了 他爸爸就是律师他不用 却找了一个外人当自己辩护律师 原来这个男孩 是顾念曾经最好闺蜜的儿子 他们也曾经是门对门的好邻居 后来顾念遭遇家庭变故离婚搬家了 没想到作为顾念门对门最好的闺蜜 不仅没任何安慰 还主动断了交往 毕竟她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 而且她妈妈曾经是我最要好的 所以我还是希望 能够尽量地帮到我 这次顾念来找前闺蜜 是因为她儿子的案子 且向她说明了这个案子 使她儿子主动找到 她并签署了委托协议 可是第二天就遭到了前闺蜜 和她律师老公 对自己工作能力的质疑 还意图将自己换 前闺蜜更是冷酷无情的高傲姿态 让顾念心伤 殊不知此时的顾念失去了 双重的信任危机 不仅来自客户的 公司职场内部竞争同样巨大 且闺蜜的儿子涉嫌的是 故意杀人的罪名 庭审前的调查难度可想而知 顾念没有畏惧 还激起了她强烈的求胜心 让她更坚定自己的工作立场 当闺蜜得知儿子不换律师 依然坚持让顾念 做她的主办律师时 她又立马切换闺蜜情模式 说相信顾念 希望她能不计前嫌 好好为儿子做辩护打赢官司 毕竟 毕竟一直看着咱们儿子长大的 你不用说这些 我都明白 但这女人脸上 有肉眼可见的纠结与害怕 不管是不是害怕顾念业务不经 还是害怕她们曾经有情的破裂 会影响她儿子的官司 此时的顾念 统统心领神会 也不在于这个女人浪费时间 决心拿出真本事证明自己 果然案件的诉讼过程和结果 让这个女人彻底服气 也正是因为她们曾是对门邻居 这起发生在自家门口的凶杀案 才能如此快地找到突破口 面对一审的证据不足 二审的庭前调查 顾念全身心投入也拼尽全力 她不仅虚心求教了 有诉讼丰富经验的老同学丰盛 还一起模拟了罪案过程 以求找到证据漏洞 在对犯罪区域的多次走访和调查推理下 顾念想起了自家角落隐秘的监控 于是查到了闺蜜儿子的不在场证明 后来顾念在案发后 同一时间再一次的现场勘查 又发现了小区绿化带自动洒水 从而堵定了目击证人作伪证 二审庭审顾念展现了出众的辩护能力 对前闺蜜儿子的无罪找到了突破口 也洗脱了一切嫌疑 只是案件虽然赢得很漂亮 不知这段破碎的闺蜜情还能和好录出吗 不知道现实中真有把所有遗产都留给了保姆 不给自己亲生孩子的吗 总之顾念与丰盛俩人就接到了这样一个遗产官司案 明明有遗嘱有公正 却还是纠纷不断 也确实在常人的逻辑中 子女得到父母的遗产是天经地义的 如果得不到那其中一定有猫腻 我保证 我说的都是真的 师父是完全自愿给我留的遗嘱 经过顾念和丰盛的各方走访和查证 双方律师与律师之间的斗智斗勇 遗产案事实真相也一层一层浮出水面 原来立遗嘱的老人是紫沙智乎的手艺传承人 两婚两离有两个女 可两个女儿不仅不学习不传承父亲的手艺 还对这个父亲不管不顾没有任何养老照顾 老人自然很无奈 同时也为自己毕生的手艺无人传承而痛苦焦虑不甘 但没成想有意栽花花不开 无心插流柳成英 照顾自己的小保姆竟学成了自己的智乎手 从此老人在小保姆的身上看到了希望和传承 不仅将保姆是作家人情同妇女 更是将保姆是作唯一的学徒 当作传承接班人来亲情培养受教 久而久之 师徒之间建立起了胜过亲人的妇女关系 甚至老人在临死前也将个人所有财产 以一种形式赠给了这位小保姆 所以 相信大多人都已看出了老人做出此举的最大意图了 但老人的女儿却不甘心分布到余产 依然不依不饶 面对各种证据 她的律师也不甘心就此认输 开始在小保姆与老人的关系上大作文章 意图诬陷小保姆犯案 也可能是诈骗的手段得到了两份遗嘱 最终 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 嫁给老先生 小保姆当场呼了情 替师父名不平 还坚决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我亲眼所见 他每天都在为自己毕生的手艺 无人传承 而痛苦 焦虑 此时的顾念与丰盛俩人 也是沉着冷静地做辩护 庭审上灵活应对和高校配合下 这场官司最终胜损 谁能想到 两个被老公拾了的女人 竟成为了惺惺相惜的好朋友 眼前这个女人虽然有格局有担当 但是个很悲催的大富婆 为什么这么说 是因为她原本是个有钱有言的富太太 可出身企业名门的财阀老公 却在外大搞婚外情 正当富太主动来律所意图离婚时 财阀老公却被抓关押了 高天宇因涉嫌强奸 已经被警方从公司带走了 强奸 于是富太只能打开格局 以大局为重 决定暂缓离婚 但是我也知道 我的家 不能因为这件事情毁了 你有过类似的经历 所以当时我想到离婚的时候 第一个想要征求意见的人 也是你 并第一时间亲自开发部会 以一人之力挡住了舆论风暴 否认离婚否认罪行来保全老公形象 以求稳固公司补嫁 同时委托了同样被老公律了的 顾念作为律师 意图为老公做周全的罪行变回 我们能成为朋友 请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 帮我把我的老公平安地带回来 如果他因为这个案子去坐牢 对我 对我们的家庭和事宜打击太大 尽管作为职业律师的顾念 几次奔走看守所与财阀老公交流 试图最大限度的法律援助和寻求证据 没成想财阀 不仅指高气昂 藐视法律法规 好了你废话什么说 我不管怎么样 你要想办法马上立刻 把我从这个鬼地方弄出去 还质疑顾念的工作能力 当场耍起了脾气 我花了这么贵的律师赔 我请你来 我到现在还困在这里 你知道我在这里待着你店 公司的损失多少 在律所老板令仪的周旋和强压下 顾念决定人辱负重一心一查 后来尽管案情几度陷入僵局 你以为你是谁啊 敢这么购书 这个案子我不需要了 我要换律师 我去你走人 出去 但在顾念与丰盛的多次奔走查证 和坚持加班加点下 也终于找到了案情关键人物的漏洞 从而推理锁定了 这是一个企业与企业之间 伪达目的而实施的先人跳 通过第三方蓄意陷害 从而牟利的商场罪案 你们的意思是 我的榜一用打赏我的钱收买我 然后让我帮忙陷害高天宇是吗 但是他打赏我的钱 从来没有经过我个人的账务 当顾念把这些重要证据提交警察 财阀被无罪释放 傅态专程来律所对顾念表意感激 这一盆 是我亲手插的花 你喜欢吗 送给你 顾念内心也满是感慨 因为同位被老公戴绿帽的 他感同身受 也全然明白父胎的一切隐忍和无奈 不知现实生活中 有没有女人和他们一样 这个女人也真够悲催的 离婚了还要帮出轨的前夫方案 本来俩人离婚的原因是 前夫婚外情导致 如今顾念重回职场 也还没走出情商 前夫的律师就找上他了 送立的不在场证明 实在是太重要了 你能帮我回想一下 去年的9月28日 下午2点到5点 所以你跟谁在一起 到底做的什么 于是顾念废寝忘食的大搞回忆杀 还在家翻箱导会 五果之后还动用了公司助理 来家里一起帮忙找 我在这个西装里 发现了两张电影票 这电影我肯定没看吧 尽管助理很给力找到了 当天的两张电影 但还是没办法证据店完整 后来顾念又动用了家庭回忆影片 推理了电影票 这个物证跟前夫当时的情妇有关 所以宋嘉诚那天 可能一整天都跟罗西在一起 接下来只要再找到这个情妇 在时间上的证明 就一切证据链完整 于是顾念怀着低血的心硬着头皮 想尽办法找到了 那个破坏自己婚姻的选三 宋嘉诚需要你的帮助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希望他给前夫做不在场的证明 记得这场电影吗 如果想不起来 可以去看看你 去年9月28号下午发的朋友圈 没想到小三是口否认 也具不配 去年9月28号下午 宋嘉诚没有跟我贼 我跟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请你不要来骚扰我 还威胁要报警 是不是就想搞瘦我 行 来啊 喊啊 真闹起来 看是我难看 还是你难看 你别走 顾念也不是好惹 且对付一个 破坏自己婚姻的小三绿茶表 有着律师身份的顾念 有事办法 行啊 想闹是吗 来啊 现在就打电话 110报警 把警察叫来 我现在马上把你能不能叫 咱们把宋嘉诚的事摊开了谈 行吗 当顾念说了这几句话后 当场就给小三震慑住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今天来找你是 作为一名律师 站着谈还是坐着谈 最后小三乖乖配合 把当天俩人的行程 及亲密照发给了顾念 当顾念质疑 小三怎会知道 她的邮箱地址时 有段时间 我想跟你谈牌 把照片和视频发给你 逼你们离婚 小三的说辞 让顾念心如死灰 悲愤不已 拿到证据的顾念 自然是帮前夫 洗脱了犯罪嫌疑 但看着狗男女的照片 以及眼前猖狂的小三 顾念在无言语 她强忍悲痛 在回公司的电梯里 哭得不能自己 天啊 谁能想到 眼前这个女人家里死了人 她不管不顾也不报警 竟然先跑到了律所 接着喊来了老公 然后互相串供 后才报得紧 这一波操作 直接把律所的几位大律师 都整忙乱了 原来这个女人 是律所老板另一的闺蜜 事件起因是女人 怀疑老公与家里的小事工 有不正当关系 预计回家捉奸 没想到一开门 就看到了小事工 已惨死在自家的厨房 魂飞魄散的女主人 既害怕自己有理说不清 又担心老公牵扯 其中被冤枉 于是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之后闺蜜律师 也开启了 与帽子叔叔之间 相辅助的查案 警察的初步调查 女人的供述 轻而易举就洗脱了嫌疑 但她老公却牵扯 其中被关押 我没有杀人 我为什么要杀姚静呢 她在我们家工作两年 我们一起相助得很好 我们无言无仇 我没有理由要杀她 你没杀人 为什么要说我 面对警察的层层逼问 男人也终于说出了 自己有秘密工作室 婚外情 无孕证 尽管都被证实 但还是洗脱不了 杀人动机的嫌疑 可能会犯错 我会得婚姻不证 但是她真的不会杀人了 她真的不会杀人了 你相信我 怎么办呀 经过对案件 更深入的探案和推理后 警察和布念 也终于都发现了疑点和蹊跷 怀疑案件还牵扯其他人 于是转变思路继续调查 俩人不约而同地来到 被害人的学校走访调查 这时 一个学生模样的陌生男人 主动找布念 一定是姚静打工的 那家男主人 姚静呢 她生前跟我说过 跟她打工的那家男主人 经常骚扰她 还想 还想跟她发生那种关系 还主动留电话表示 对所说事实愿意作证 男人离开后 布念的第十六感 就发觉了这男人话里的玄机 办案经验丰富的 便衣警察知晓后 更是心知肚明 感觉这个男人的不简单 于是便衣警察 立马找到了这男人 当然是有夫之夫 他不想事先拜了 所以 那你愿意 把你帮她说的这些证词 通过书面写下来吗 俩人的交谈 没聊出任何破绽 没想到当警察 看了一眼男人手中的 笔记本电脑时 就锁定了 她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姜女士 哎呀 我们能再谈谈吗 不用谈了 我要换律 冲动是魔鬼啊 姜女士 有什么诉求可以坐下来 慢慢谈吗 原来律所咨询离婚 没想到却被气跑 律所老板另一步 想失去这个大客户 派新人顾念 务必要把这个女人 规劝回来 顾念追上后 倾听了女人婚姻的过往 和离婚诉求 李大为根本没有 充分考虑到我的利益 他只是想按照 他以往的工作经验 走上一片法律的过场 为什么要花钱 请这么贵的律师 为什么呀 原来这个女人的老公 是身家过亿的过气明星 同时也是个失足的渣男 女人跟老公 从相恋到结婚 已走过了25个年头 如今老公为了迎娶 小三坚决要与女人办离婚 心如死灰的女人只能同意 刚经历过男人 背叛而离婚的 顾念感同身受这个女人的痛 答应接下他的官司 并保证为他争取利益最大化 在谈离婚协议时 女人的老公竟嚣张地 带着小三和律师一起来谈 女人的离婚条件 自然没有谈到满意 不放弃的顾念继续周旋 当他得知了男人 这么着急的要离婚 再娶的原因时 顾念决定放很招对付 他和丰盛打配合演了一出戏 那就下周再约时间了 不管怎么说 我是这个律所的主任 丰主任你是我的领导 但这个案子由我负责 俩人用红白脸的模式 加上别样的谈判手段 最后帮女人争取到了 最好的离婚条件 隔天就是双方约好 来律所签离婚协议的日子 没想到收到了男人 出了车祸的消息 还成为了职务人 于是瞬间引发了 双方及双方律师之间的争斗 果然遇事见人心 前一秒被逼离婚的女人 却在医院不离不弃地 照顾希望职务人能醒来 还差一个字的签名 就能上位的小三 却为了争夺财产意图 给职务人把管 是否真爱在这一刻 体现得淋漓尽致 那么有人肯定在想 小三凭什么跟原配争夺财产 原来 职务人在昨天刚谈好 离婚协议时就同时修改了一种 把所有财产继承权给了小三 这意味着如果宣布 职务人恼死亡 所有财产归小三 如果一直昏迷不醒 原配就一直拥有财产处置权 在原配寸步不离的照顾下 费尽心思想对职务人 把管的小三自然无法下手 也无可奈何 你这个离婚协议 它不是没有生效吧 所以你提出的要求 什么权利的 它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呀 我律师才有本事 我大不过法律吧 之后经过警方调查 更得知了车祸真相 还牵扯出是经纪人投毒 我没想扎的 我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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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面对一桩桩 一件件件糟心疾首的事 她强忍悲痛 打起精神决心 要好好照顾守着职务人一辈子 还与顾念商量 善待小三的优厚条件 当女人最终拿到了 职务人的监护权 和财产所有权时 顾律师 谢谢你 让小钟回到我身 屏幕前的你见过 这俩人原本是夫妻 没想到离婚后的第一次见面 竟然在看守所 顾念的前夫宋嘉诚 因贪腐案 被抓顺带查出了婚外情 顾念当机力断离了婚 前夫关押了很久 案子的诉讼 一直是由他自己公司的 最得力助手 徐沐岩做主编律师的 作为当事人的宋嘉诚很清楚 他被起诉的罪行 一直不能洗脱嫌疑 这事定有蹊跷 笃定是被人算计了 他觉得目前 情形能真正信任的人 就只有前妻顾念 因为同样作为职业律师的顾念 自从上次帮他查到过 案件某节点的不在场正名后 宋嘉诚一直心怀感激 也心心念念 想让顾念当他的第二辩护律师 可顾念不想见他 更不想做他的律师 毕竟两人离婚的主要原因 是男人的背叛导致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顾念觉得他们的女儿 因长时间见不到爸爸 都思念成疾心生叛逆 甚至前夫的妈妈 还抱怨指责顾念 顾念内心五味杂陈 决定接下前夫的案子 帮助他早日脱案 隔天 顾念就来到了 看守所见宋嘉诚 尽管宋嘉诚 做了各种解释和道歉 顾念内心怒火难忍 毕竟戴绿帽这种 是岂能说原谅就能原谅的 安排你就接受了 那你是承认 对你的指控了是吗 他们为你提供了服务 你享受了 然后你没有为他们办事是吗 尽管心生痛恨 但顾念作为辩护律师 还是强人冷静了下来 因为此时 早日查清宋嘉诚的案件 帮他洗脱嫌疑 才是重中之重的 顾念了解了案件的前因始末后 帮宋嘉诚申请了取保候审 因为他相信宋嘉诚的职业操守 不会干出那种贪腐的勾当 没想到主编律师徐木言 与他意见相反 他还透露了 宋嘉诚曾经送过一条 限量款的手镯给他 他怀疑那项链 有可能就是贪腐得来的 顾念不相信 于是专门去首饰店 查证了购买人信息 没想到付款人 真的不是宋嘉诚 顾念陷入迷茫 几天后 宋嘉诚取保候审成功 从看守所出来 顾念为了照顾前婆婆 和女儿的面子和心理 他装作一家人的姿态 强颜欢笑地 接纳了前夫住进自己家 婆婆和女儿 对俩人离婚的事不明所以 但顾念内心翻腾 别扭不想面对宋嘉诚 你们你们先吃啊 那个我一会儿就回来 我我会尽快回来 我也不知道 我能不能尽快回来 宋嘉诚自知对不起 顾念也肝大没趣 便借口给女儿讲故事 与女儿同睡一遇 宋嘉诚取保候审 在家各种做早晚餐 讨好顾念 顾念很不自在 也不为所动 顾念与老同学 丰盛合作接了新的案件 没想到被人造谣 说他与丰盛 办公室绯闻吃瓜 都吃到老板头上了 丰盛和顾念 接了一起网络诽谤案 没想到反被对方 造谣诽谤了 案子的被告方 是百万级别网红大主播 因官司导向问题 大主播就利用了舆论 攻击了原告律师丰盛 和顾念俩人 说他们俩有不正当关系 被造谣的俩人 无可奈何 只能赶紧收集证据 以证清白 当晚前夫宋嘉诚 来公司楼下接顾念下班 没想到遇到丰盛 知晓了绯闻的宋嘉诚 向宣誓主权般的 跟丰盛打了招 最后俩人各自尴尬 各有心思 顾念不好解释 也只能尴尬地 与前夫宋嘉诚一起回家 还没到家 顾念终于忍不住 对宋嘉诚发出质疑 不明其妙吧你宋嘉诚 你凭什么替我 跟人家说这样的话 这没有外人 咱俩能不演了吗 他看出宋嘉诚的故意 明明都已经离婚了 宋嘉诚却还想假惺惺的 在人前装恩爱 还干涉他的工作 可宋嘉诚不顾顾念的态度 还强势把他抱住 顾念 听我说 童童在上面看 我没法再成为 你心中的好丈夫 但至少我有机会 做童童的好爸爸 我们别让女人失望好吧 顾念不知如何是好 只能任前夫抱着 到了晚上睡觉时 女儿的董事 都让人怀疑是 有人故意交的 因为最近都是 让爸爸陪着的 这晚女儿却一反常态地 向小大人般 不让爸爸讲故事 还亲自监督 让爸爸到妈妈的房间睡 童童 非得让我来见午睡 我也没办法 他正在外面看着呢 顾念无可奈何 一切为了给孩子 营造一个完整的家 他只能委屈 求全同意了前夫打地铺 第二天一早 顾念来律所上班 就看到了 关于他与丰盛绯闻的澄清信 还发现了自己负责的案子 被踢出去 顾念知道这都是因为 前夫宋嘉诚的原因 于是他直接找到丰盛理论 我自己可以平衡 好事业跟家庭的关系 只是我们暂时 不能一起办案子了 这样可能会对你更好 丰盛不松口不答应 顾念只好说出 他和宋嘉诚已经离婚的事实 还说只是为了 家人孩子目前保密的状态 离婚了 作为既是老同学 又是顶头上司的 丰盛大为吃惊 综合考虑下 他恢复了顾念 负责案子的权限 没想到公司是刚搞定 家里又出事了 居然冒充我的身份 加了班主任老师的威信 还以我的名义 请来三天的病假 你都干嘛去了 女儿宋希童 被同学孤立得了厌学证 跟其原因是 她的爸爸经过橘子 被同学们知道 顾念深知孩子的事 非同小可 于是当即决定给女儿转学 当丰盛得知 顾念为孩子找学校犯难时 当即伸出援手 果然是个牛逼的大宝 他一个电话就搞定了 全是数一数二好学校的 转学事宜 当宋佳辰得知 是丰盛提供的帮助时 他心里酸溜溜的 我们家自己的事 麻烦丰盛不太合适吧 会不会太仓促了 要不要都比较 你不了解 我跟你说 你见过最极品的前任吗 为了赢官司 竟然搞猫捉老鼠的游戏 丰盛贵为一圣 和律所老板之一 没结婚的 他俨然是个钻石王老五 这次公司接到一个 因网络诽谤之人 死亡的案件 没想到对方律师 竟是丰盛分手了 两年的前女友 当这个女人 突然出现在丰盛办公室 丰盛犹如猫见了老鼠 一般避之不及 他又啪又耸的模样 让前女友 更是毫无顾忌地 百般调戏和勾引 小丰丰 跟我呢 你就不必去这么心事 当然最后守住了底线 也没有被掏出案件 任何内容 顾念无意看到了 办公室的这一幕 一笑而过 前女友不得不信心离开 哦 原来还有工作要做 怪不得急着赶我走了 那我就不再这碰事了 我们再约 话说男人 最敌不过谁的纠缠 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于是丰盛赶紧 找另一商量 就不能换个人吗 哎 我就不明白了 你怎么就那么怕 这个徐千尼呢 怕 特别怕 他还能把你吃了 他真能把我吃了 没想到还是躲不掉 另一步答应 他不以为然地觉得 一个前任女友 能有多大的杀伤力 让他损兵折将 但考虑到案件的复杂 他还是贴心地 安排了女律师 顾念来协助他 隔天前女友又来了 这次是代表被告方来谈判 希望能庭外和解 没想到谈判没谈成 还遭遇了被告方 当事人的污蔑 造谣丰盛和顾念 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气愤不已的大老板 另一决心出动 全体公司人员调查取证 经过多方不懈努力 终于找到关键人证 这是被告律师前女友 又来望闻听切 星期前女友 仅用一招就轻松搞定 丰盛让其送他回家 本来约好的谈判 谈着谈着就谈到了 有故障的电梯里 于是上演了野蛮前女友 未找回失去的恋人 上演壁东的戏码 啊 电梯卡了吗 我也不知道啊 这种情况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呀 怎么办呀 我害怕怎么办呀 啊 那 我干嘛呀 哎 你干 干啥呀 无奈的丰盛生怕 会被这个女人吃掉一样 电梯门一开飞 一般地逃离了现场 在正式庭审时 丰盛展现超强的 诉讼业务能力 在人证和证词的 有力呈现下 官司大获全胜 作为被告方律师的 前女友只能无奈 接受现实 没过多久 丰盛又因为一个新案件 与这位野蛮前女友 在序前缘 经历了上次 斗智斗勇的纠缠 不知这次会不会 更死缠案 打斗到床上才肯罢休 注意看 这个女人正为 提拔哪个下属发愁 于是她先找了 合伙人丰盛商量 这还要问吗 当然是顾念了 你想说就直说嘛 难道你不是 这么认为吗 令义与她相反 你知道我一直 很看好方徐 原来顾念和方徐 是一同入职的 大家都心知肚明 同位信任的 他们只有一个人 能留在律所 选谁来接手张秋水 博士杀害丈夫的案子 就尤为重要 令义觉得顾念 只是婚姻受挫 才来职场 担心顾念不能坚持到最后 令义就去征求了 助理叶勤勤 和另一位大律师 李大为的的意见 结果二比二打平 听到丰盛的方徐 还主动找令义 极力为自己 争取这次机会 尽管令义 对她赞不绝口 但她最终 还是违背 自己心里选了顾念 也许她是从内心深处 从女性职场 和案件利弊的立场上 觉得顾念更合适 方徐对此安排 和对顾念 都表示着抗议和不服 但也无可奈何 顾念接手了此案件 就开启了各种 庭前调查工作 没想到一调查不得了 这起妻子过失 杀害丈夫的案子 并不是妻子的过失 而是另有原因 另有其人 顾念没放过 任何一个可疑线索 在加班家典的查案 和努力下 最终是她的善良 和正义感染了 被害人的孩子 是内情的小女孩 供出了真凶事 自己的舅舅 顾念面对想 已死了之夜 不肯自首的女孩舅舅 她用睿智的行为 用强大的感染力 和供情力 说服了女孩舅舅 去自首吧 这起案件 办得如此的惊心动魄 却又如此的温情成功 让全公司的人 对顾念刮目相看 之前对顾念 各种不服的方旭 也彻底服庆 另一更是亲自 开车带顾念 去喝酒庆祝 承认她之前 对顾念有偏见 顾念不仅办案能力强 同时她还有 公司合伙人丰盛的支持 方旭怕在竞争中淘汰 于是找了李大为 要了公司高层的联系方式 想与此疏通关系 但她纠结在三罪中 没有行动 暗暗较近的方旭 只能寄希望于 在工作中不出纰漏 没想到对手顾念 却出纰漏了 丰盛负责的保险官 四案因为败诉 心情哀伤 这就是我的责 我好像可以留一个余地的 但是 顾念在办公室安慰丰盛 这不是你的责 丰盛 丰盛 这就是我的责 丰盛 你别自责 作为又是老同学 又是多次相帮的职场战友 雅人的亲力恋情 就差一层窗户纸了 当诉说中 长情到农师 还做出了 深情向稳的亲密行为 没想到这场面 刚好被方旭看到了 自此几人 是服事货的结局 由此拉开 丰盛等了十几年 终于等到这一刻 他们以为好不容易拉近距离 确定心意将恋情浮出水面 没想到很快就被扼杀在了摇篮中 原来在这偌大的又是透明窗的办公室里 不仅有监控还有暗角处的眼睛 这一幕被方旭直接举报给了令妮 在方旭看来 他作为与顾念要竞争上岛的同事 对手在办公室与上司搞不正当关系 对谁去谁留一定起到决定性作用 果然他成功了 令妮知晓后大为劳武 在他们看来 丰盛与有夫之妇的顾念做出此事 这是商风败俗毁三观的不道德行为 我希望你能够在这个月底前主动离职 你跟丰盛的关系 已经严重影响了律所的工作环境 要是让其他合伙人知道了 你们两个都得走 后来尽管丰盛和顾念都做了合理解释 顾念也向令妮吐露了自己早已离婚的真相 我离婚了 对 我已经离婚了 但令妮依然不买账 对不起顾律师 我能理解你的委屈 但在这件事情上 我必须坚持原则 丰盛决定自己辞职来保全顾念 如果一定要有人对这事负责的话 我离开 令妮被她气坏了 只能不了了之 同时顾念受到令妮的强大压迫 也只好同意离职 我会在月底离开 您不用再去找封主任 丰盛自然不想错过顾念 顾念也不想因为感情丢了这份工作 不愿意谈感情 我意识到宋鸟城 是不会让你离开她的 但是 我也不会 我不想给你带到压力 丰盛直言愿意等她 这段别扭的三人行让顾念疲惫不堪 一边是为了女儿有个完整的家与前夫 在同一个屋檐下做假面夫妻 另一边是在公司与暗恋自己多年的老同学 兼上司丰盛产生了感情 左右为难的顾念两边闪躲 之后顾念的工作也随之迎来新的转机 前夫为了讨好顾念 给顾念的律所送来了很多订单 俩公司之间有了紧密的合作 另外方旭接手的案子 因为她工作的失误被客户替换 案子也落到了顾念的手中 另一很是欣慰 感觉貌似已经没有什么理由让顾念离职 但没想到这些合作的背后 竟然是顾念前夫宋嘉诚设计好的圈套 天啊 怎么有这种前夫 自己婚内出轨 如今都离婚了还想掌控前妻 这么理直气壮的对前妻咆哮 可见这个人人品三观 够了 顾念 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你太黑白分明 俩人发生争吵的源头 是因为顾念刚刚偷听到了 前夫宋嘉诚与丰盛的谈话 才得知她近期与天伦乾坤率 所有如此多的业务往来 只是宋嘉诚设的一个圈套 宋嘉诚 我跟天伦乾坤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了 咱俩都已经离婚了 我不想陪着你再演下去了 之前能为了孩子 在同一个屋檐下做假面夫妻 如今离婚了 还想要掌控前妻做捆绑的人生 是要做独立职业女性的顾念 自然不愿统计 你就是想把我困在你的身边 然后总有一天我会原谅你是吗 总有一天咱俩还能和好如初 我今天很明确地告诉你 我不会再回头 我受够 宋嘉诚只好来找令妮 据我所知 月底你们律所就会决定顾念的去留 所以我想请令妮帮个忙 把这个留下的机会 让给你个年轻人 她认为只有顾念被一圣和律所淘汰 顾念就会被动回到她身边 也就能回到她的天伦乾坤律所任职 但令妮不屑一顾 是我冒昧 顾念她是个成年人 我没有任何权利能帮她做出选择 不甘心的宋嘉诚 还试图用小人手段逼令妮就范 你们律所最近就在谈一个 叫封江医药集团的客户对吧 我想你应该不会希望 天伦乾坤来跟你们竞争这个客户吧 令妮启示被吓大 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 就是当机理断 从来不妥你待事 我们欢迎竞争 我奉陪到 宋嘉诚无可奈何 没多久顾念转接方絮的案子 也在当事人的满意下 柳条不稳地完成 顾念也终于凭实力迎方絮留在了律所 这声奈喊只有她自己知道 包含多少辛酸苦楚 她终于通过努力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也摆脱了前夫宋嘉诚的整 令妮和丰盛都很为她高兴 令妮还鼓励丰盛 赶紧把顾念从那样的家庭中解脱出来 试着把事情的决定权交给女 不要永远把他们当作一段感情当中 那个永远等待结果的承受者 正当丰盛准备再次向顾念表白时 前夫宋嘉诚因为杜康案再次入狱 于是顾念又不得不全身心地投入到前夫的案子中 他与徐木炎两人联手也没能找到任何有利证据 没多久顾念意外得知了一个消息 你丈夫要是不想坐牢就告诉他 不要相信身边的你 到眼前这个男人刚出狱 没几天又再次被抓 原来他是律所老板也是律师 因为他的客户因贪腐被审查 作为律师的他也被牵连其中 前妻顾念好不容易把他驱保候审 再次被关押说明其罪行加重 作为前妻又是律师的顾念不得不再次想办法捞人 终于有知情人透露宋嘉诚身边最亲近的人有问题 通过之前一系列的事情 顾念怀疑这个亲近的人就是律木炎 天伦乾坤的第二把手 宋嘉诚曾经最信任的工作伙伴 毕竟律木炎即使宋嘉诚的二把手也是他的律师 还有一点就是顾念给宋嘉诚提出无罪病 但是律木炎主张的一直都是有罪的罪轻病 宋嘉诚一旦被判刑 就会彻底失去了律师资格和公司控制权 那最终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就是律木炎 于是顾念在宋嘉诚的授权下 这是解除委托的声明 你们已经不再是宋嘉诚案的代理律师 律木炎还不服气地一番挣扎 那么谢莫杀驴 栽赃嫁祸 玩得可真烈 最后直接敌 我不会给有罪的人做无罪辩护 我敢说 他不清白 律木炎的阴阳怪气更加确信了他的判断 宋嘉诚主动邀请了丰盛做他的律师 丰盛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毕竟上次的保险官司案 他得还宋嘉诚一个人请 跟顾念表白的是再次搁情 丰盛明白他与顾念的心里都有一层羁绊 一方面是顾念前夫宋嘉诚入狱 他不能在这时候趁人之危 另一方面就是顾念想要照顾女儿的感受 他不想因为现阶段家庭的分崩离析伤害了女儿 在顾念和丰盛以及叶晴晴的努力下 尽管律木炎阻挠并封锁了天伦乾坤内部线索的调查 宋嘉诚的案件依然有了禁诊 这其中要得益于方絮在天伦乾坤律所里应外合的帮助 在案件陷入胶着无解时 曾经与宋嘉诚生活了十多年的顾念 也从他生活的启发中找到了案件各种蛛丝马迹的关键证据 庭审时 在顾念和丰盛周全的辩护下 宋嘉诚被无罪释放 谢谢 自由真好 谢谢 宋嘉诚的这个举动说明他内心真心感谢 也对于前妻顾念的各种羁绊释然了 丰盛趁机向顾念提出他们俩的事 并送出了准备已久的客友顾念名字的棒球手套 顾念欣然接受 两个人也决定尝试着谈一场恋爱 你见过仅靠一个撒谎造假的签名就帮助了律师破案的人吗 这个小姑娘因考试分数太低害怕家长知道 竟然伪造了母亲签名 还能完美躲过笔记鉴定 要不是妈妈忘记参加家长会 恐怕都识破不了签名作假 来看她是怎么做的呢 这名字从哪来的 从别的事件上剪下 然后撕印到这张卷子 妈妈很是气愤之不足十岁的女 为了一个签名有如此鬼马点子 还不怕麻烦地做这么多的复杂程序 感叹怎么就不能用在学习上 妈妈拿着女儿伪造的如此逼真的签名 她突然就联想到了前夫的官司案 就是因为前夫在几张违法受贿的财务单上的签字 导致不能脱罪 这些文件绝对不是我签的 还有 打给杜康的这几笔钱 我根本就不知情 鉴定结果显示就是前夫亲笔签名 而前夫却死活不肯承认 原来这个妈妈还是一名律师 作为资深律师的顾念 她马上就反映过来前夫的签名 很可能跟女儿的这个造假签名如出一指 于是顾念赶紧赶到 律所与丰盛合计签名顺序的问题 她假设前夫没有撒谎 鉴定结果也没有问题 签名也是前夫亲笔所签 那现在要做的就是去鉴定前夫 涉案的付款文件上的签名 是不是签名在前打印在后 如果真是这样 前夫就能脱罪 庭审当天 顾念作为前夫的主编律师 提醒了法院对前夫的签名 进行了重新鉴定 重点不是核对笔记 而是要鉴定签名和文件打印的先后顺序 鉴定结果证实 所有涉案的付款确认文件均是签名在前而打印在后 因此 辩护人认为此项证据具有重大的瑕疵 不符合行贿罪构成要件 恳请法庭 判决被告人宋嘉诚无罪 本庭宇一采满 免于处罚的前夫被当庭释放 他一出来就看到了帮自己辩护的两位律师正出双入队 一位是前妻一位是情敌 他没有了往日的仇意法 是大度地给了拥抱 不知重见天日的他真的释然了吗 您值得更优秀的呢 那个球友 他配不上您 这是一位年过半百还没结婚的女老总 明明是自己的相亲 却只派助理去约会 原来作为一家律所的老板 公司上下都知道她是个没有情爱的灭绝事态 另一对待感情算是极其小心谨慎的那种 生怕看人不准就让自己吃了大亏 这天 有一个集团老总级别的相亲对象约他见面 但他不知道对方人凭底戏就懒得去应付 于是就请公司助理叶琴琴先去秘密地考察一下这个男人 叶琴琴一改往日冷冰清高的模样 以一身性感红唇红衣 来了一场美女诱惑的特工行动 我喜欢一切有挑战的人和事 有挑战吗 我就喜欢跟有挑战的人 错对了 两个人聊得相当愉快 最后这个男人还主动加了叶琴琴的微信 表示不会把对方忘了 没几天 叶琴琴果然就收到了这个男人的邀约 俩人吃完饭刚分开 男人就用马不停蹄地换地方与另一约会 这个男人的所作所为 另一虽然被蒙在鼓里 但身怀抱使命的叶琴琴却看得真情 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替另一试探 叶琴琴看这个男人一面要应成另一 一面也不拒绝异性地搭上和约会 就觉得这人靠不住 当另一问起这个对象怎么样时 叶琴琴直接如实回答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毫不避讳 在她的字典里根本没有专一阵 看着这个感慨倔强的背影 就知道这个对象拍死掉了 另一虽然冷酷不轻易恋爱 但有钱有言有身材的她 桃花还是不断的 没过多久 另一就在一个摄影展 邂逅了一位高大帅气 还很会讲故事的男人 这是我见过最会借钱 最会讲故事的海王 这个女人独自看摄影展 一个高大帅气的男人来搭讪 哇 这一日凭我买下来 那能不能借我三百现金应个几 没想到话还没说上三句 女人不仅给她掏钱 还让她加了微信 这辽妹手法不得不服 不管是不是用拙劣的手段 总之不是人人都能炮制 毕竟又高又帅 还能随便花八位数 买一座石头的人不多 当然女人吃饭时 随意发了个朋友圈 没想到刚刚在展厅认识的男人 就神速地给她一顿点赞 男人还通过朋友圈定位 为她送上了小蛋糕 女人惊喜万分 但向来严谨的她又瞬间清醒 当即发了很官方的话 表示了感谢 没过多久 女人再次在摄影展 与那个男人相遇 再见面的两个人一见如步 经过戏聊才知道 男人有摄影作品在这里参着 女人对她生起敬佩和仰慕之心 还充满好奇地问了男人一个问题 你是怎么想到 要当一个职业摄影师的 男人回答之前 说了一句讨好性高情商的话 如果一般人问我 我是绝不会说的 这说辞让另一心中意乱 没想到接下来 男人敞开心扉的故事 让女人更迫不及防地认为 她可能遇到了真命天子 二十年前 我是个四处旅游的野小子 对之不过是一个俗套的穷小子 与白月光的故事 可女人却听得感动万分 想完故事 男人还主动透露 那段美好而有遗憾的故事 所以我到现在也没有结婚 也没有再爱过别人 女人对她深情专一的初恋故事 深信不疑 接着男人还来了一针 是探家挑逗的勾心机 如果你的生命里 遇见一个命中注定的唯一的人 那你的余生就不会再起波澜 让女人心领神会更新有所 男人顺势问起女人的感情生活 没想到女人紧张了起来 也许她觉得比起男人的故事 她的不知一体 当她简单局促地说了几句后 男人顿主 女人觉得气氛微妙 便借机准备离开 临走男人邀请女人 来参加她的私密作品展 这个展览不对外 我只邀请我最好的朋友 女人推掉一切工作 还专门换了飘逸 柔美地服饰和发型 心情雀跃地赶来赴约 结果刚走到门口 就撞见这个男人 在一群女人中间 乐不可治疗的震撼 再仔细一听 这个男人撩妹的话术 和套路都是一样的 二十多年前的 这显然是渣男海王搞 商业联合体的情感骗子 女人意识到被骗转头就跑 男人一顿拉扯 女人干净利落画经界线 不好意思 我实在没法跟你成为这种朋友 你不用接受 接受 是我 我不该为这 像失了苍蝇般难受的女人 气鼓鼓地打到回了府 认清渣男之后 马上止损 也拉黑了联系方式 相亲路上的姐妹们 都遇到过什么样的渣男吗 因为这件事是对的 这个世界总要忍花时间 去做对的事情 这是我见过最撒的女人 只因为一句话 就把动乱医院给告 告了就告了吧 最后还被医生求婚 事件的起因是 女人去医院咨询动乱 当医生了解到 女人是单身未婚时 被当场拒绝 理由是医院要遵守 卫生部的规定 不结婚不能动乱 女人从医生的话里 洞察出了漏洞 但是这是卫生部的行业规定 并不是国家的法律规定 女人为自己 不能享受动乱服务 而愤愤不平 于是司空见惯的医生 为了想硬气点的 将人打发走发了狠话 女人一听立马当了针 隔天医生就为了 她的那句话付出了代价 动乱医院真的被起诉了 被逼无奈的医生 只好找到女人请求她撤诉 至于动乱的是 可以再想其他办法 可女人坚持要打这场官司 医生质疑女人打官司的初衷 在她看来 这种动乱案官司 以国内目前的大环境条件 胜诉的几率并不大 女人何苦要浪费精力在这上面 女人坚定的说 因为这件事是对的 这个世界总要忍花时间 去做对的事情 哪怕她毫无胜算 医生一定后悔招惹了这女人 现在的她才知道 坐在她眼前的 可不是个软柿子 况且这个女人 本身就是一个金牌律师 她不仅要为自己威权 更决心推动行业变革 动乱医生 对又是原告又是律师的 另一心生敬佩 几次请吃饭 也没能达成和解的情况下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法庭 如果这些女性 可以选择立刻结婚的话 那么她们何必还要来医院 寻求动乱 你认为医院的这套逻辑 可以自洽吗 医生被问的满头大汉 也无言以对 此案择日宣判 不打不相识的两人 自此也成了约饭常谈的好友 身为妇产科和动乱专家 同样单身的医生 自然洞察到 俩人都想早点结婚 生孩子的目标是一致的 在一次愉快的交流后 医生快准狠地提出 让另一嫁给他 另一被他突如其来的 提议下得不知所措 医生向另一继续表明爱意 针对另一的各种疑虑与担忧 男人各种话柄 并信誓旦旦的各种保证 当另一质疑男人 对于两性关系太过于自信时 如此武断轻挑的说辞 让另一有些不安 男人再次从各个角度 解读两人各取所需结婚的意义 我觉得我很合适 再说了 你不是一直想要小孩吗 另一竟然被他说得动心了 怎么样 给个机会 这个网红主播全副武装 站在88层楼顶 被18级大风扇吹着 他享受着现场和直播间 百万粉丝的热情欢呼 我们准备 起飞 三 二 眼看就要起飞 却被一个急匆匆赶来的男人喊咖 不是 那谁啊 谁让你进来的 一个小女孩喊着爸爸 飞跑到男人身边 见女儿完好无损 爸爸才放下心来 可中断了起飞的主播当场火大 那人是干嘛的呀 还播播了 多少观众看着呢 女孩爸爸站起身愤怒地 用手指着飞人主播 你就是那什么网红野小子吧 野子叶子 爸爸质疑飞人主播 没有经过监护人同意 就私自带走 未成年人是拐骗行为 你少吓唬我 你女儿是我粉丝 主播一口咬定是孩子 自愿报名参加的女孩无关 让其赶紧把孩子带走 女孩爸爸决定向直播平台 投诉她涉嫌传播有害信息 还阐述拿小孩子 做噱头博取流量 是不可取行为 此时的主播 还不服气地大声呵斥 我要不要你管这么多 女孩爸爸也彻底被惹恼 只能愤怒地廖小华 他将起诉直播平台监管不力 用法律手段 迫使他们进行整改 主播已经气急半换 他冲着男人破口大骂 刀子刀子刀子 什么意思 法律手段 来人同走 被一群工作人员驱赶 这实属太挑战权威 不得已的女孩爸爸 只好亮明身份 听着 我是一名律师 我叫宗家臣 起初工作人员都不相信 就开始上网查 当得知此人真是律师 而且还是本地知名大律师时 主播瞬间慌乱 关了击到了倩 也决定停止飞行的主播 见这位大律依然态度艰巨 只好继续陪笑脸 说尽好话希望放过他 大哥 您消消气 我们也就是直播闹着玩 赚点这个打赏倩 女孩爸爸不理会 则是质疑起了主播 弄虚做假玩飞行 哄骗粉丝会不会穿帮的问题 警察随后赶来 当场抓获主播起诉 他违反了治安管理法 并将一众人都带回去配合调查 爸爸没有马上离开 他拉着女儿绕到一桩飞行的起飞架下 看见了吗 两米多高 这就是你的偶像 原来所谓网红主播挑战的极限飞行 都是提前设置好的骗具 哄骗了上百万粉丝的各种直播套路 现实中你有见过吗 这个女孩放学后没等来妈妈 却等来了一群开着抄跑的黑衣人 黑衣人走到她面前 女孩竟然露出了兴奋的情 她的妈妈顾念发现女儿失联 远也不知去向 在老师和同学那都没能得到女儿去哪儿的消息 焦急万分的她报了警 并联系了所有亲友同事出动帮忙寻找 顾念前夫宋嘉诚也赶了过来 妈妈公司的助理很快就在女孩妈妈的公司电脑上 查到了她女儿最近上网的浏览信息 发现顾念女儿不仅浏览过极限运动的网站 还关注了几个网红主播 他怎么会看这些 经过在社交网站上细查 还查到孩子报名过一个去现场看某网红直播的申请 这这这个 是的是的 白夜追梦的西公主 从详情夜就看到了网红发布的预告片 活动时间正好与现在时间吻合 对应该是极限当上 就那个天台上面 她可能去看直播了 离这不远我去看看 可时的小女孩被蒙着眼睛 已经被黑衣人带到了大厦天台上 原来女孩与另外两位是参与网红直播抽奖的幸运粉丝 她们都被偶像秘密地带到现场为极限飞行做直播造势 只见提前搭建好的高台上架满了直播设本 接着主播在百万粉丝的欢呼下闪亮登场 她穿着飞行服 吹着十八级大空调 在工作人员倒数三个树正要起飞时 被一个声音打断 剑场立刻停了下来 孙一龙 过来 小女孩看到爸爸立刻跑过去 被中断了现场直播活动的主播可就不乐意 她不耐烦地质问男人凭什么捣乱 你就是那什么网红野小子吧 野子 野子 宋嘉诚控诉主播私自带走未成年人是拐骗行为 将举报他在公共平台传播有害信息 主播不仅不承认还指高气昂说宋嘉诚是多管闲事 相信任何一个家长在面对侵犯自己孩子的坏人面前都想揍死他 更何况为找女儿担惊受怕折腾了这么久的律师老爸 法律就是要用在这种人身上 狂妄的主播在听到宋嘉诚要告他是更气急败患 竟然吩咐手下将宋嘉诚轰走 被欺负的宋嘉诚只能霸气亮出自己律师身份 主播在得知此人真的是知名律师时 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不仅赔礼道歉还停止了直播 好话说尽希望宋嘉诚能放过他 宋嘉诚会不会对他手下留情不知道 但警察肯定不会放过他 随后赶来的警察就以违反治安管理法将主播一行人带走 松为一口气的宋嘉诚则是拉着女儿绕到一桩飞行的起飞架下 亲自揭穿女儿心中所谓的偶像的直播套路级骗局 当女儿亲眼见识着一切 她羞愧地低下了头 顾念看到安全回家的女儿哭成一团 贤夫宋嘉诚趁机把顾念娘俩都抱住 俨然温馨的一家三口 此时顾念的男友丰盛正打来 远远看到了这一幕 听说你在追求我老子 你真打算替我养女儿 顾念前夫宋嘉诚来律所找顾念 正好碰到丰盛 此时电梯电视里正播放着丰盛参加棒球比赛的视频 一群人看得正带见 宋嘉诚看出丰盛 俨然已是本CBD最受欢迎的风云人物 早就对丰盛很不爽的宋嘉诚 就借机来了一波冷嘲热讽 他竟然在大庭广众下说丰盛在追求他老婆 这话一出 身后的几个哥们瞬间大气不敢出 没想到丰盛淡定的供认不讳 顾念现在是自由 任何一个男人都可以追求他 跌了几十层楼的身后外卖 小哥终于憋不住 吃瓜不嫌是大的他来了一波造势 打呀 都是打呀 那处在这有啥意思 见两人大聊后好半天也没个下午 于是没吃到瓜的另一位小哥 不死心的补了一刀 没意思就是 丰盛气的扭头瞪着他 俩人一出电梯门就碰上了顾念 顾念不可置信这场面 能跟你单独谈的吗 我不希望有外人在上 丰盛虽有不满也无奈何 只有另一副大格局大老板姿态 欢迎宋嘉诚 对了 一定要让宋律师尝尝咱们这儿的咖啡 是我亲自选的 宋嘉诚透露他来的目的是 他知晓顾念手上正办理的一桩杀人案 与他正办理的另一桩诉讼案人物相关联 吃醋的镜一直守在会议室门口 直到宋嘉诚离开才放心 自从他和顾念上次帮宋嘉诚 洗清了贪腐案的嫌疑后 顾念才好不容易放心大胆地与他恋爱 此时他追求顾念的心也坚定不一 连前女友求合作的工作电话他都置之不理 在顾念的百般劝说下 顾念终于从当事人口中套到 前夫宋嘉诚所需要的案犯信息 前夫宋嘉诚赞叹了顾念的能力 还发了他接女儿放学的照片 顾念心中一暖 隔天是顾念接女儿放学的日子 没想到他因是单个没能及时接到女儿的电话 导致女儿失联被人拐走 顾念第一时间找了前夫宋嘉诚 与公司助理叶琴勤寻求帮助 当丰盛遇到加班的叶琴勤 才从他的口中得知顾念女儿遇醒 丰盛立即联系顾念 为果变决定去家里找他 殊不知此时的宋嘉诚已经找回了女儿 当丰盛赞到顾念家小区时 顾念女儿也刚好被宋嘉诚送回来 顾念在楼下迎接这一路正好被丰盛远远地看到 丰盛五味杂陈 在车内沉思了好一会的丰盛决定打电话给顾念 顾念怕宋嘉诚听到就去了楼下街 丰盛对他续航问问 但顾念话里话外只有孩子 今天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不停地自责自己 这段时间我亏欠我女儿太多了 他觉得是自己离婚影响了女儿也亏欠了女儿 如今再这么快为女儿找新罢了 他害怕会加重女儿的心声叛逆 我完全不敢想象 如果站在那个台子上的人事系统 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丰盛听出顾念的顾虑和对他们俩感情的摇摆 不好再为难 他哭着提议他们的关系暂时搁置 自己停下来 你见过求钱男友复合惨遭打脸的吗 这个女人是一名律师 公司被并购后 她不甘心做配角 作为精英女律师女强人的 她本就争强好胜 她只想自己当老板 为了创业 她费尽心思讨好以前老客户 可奈何人走茶凉 没有老板愿意与她的新律所合作 于是许倩妮联系了同事律师 已分手三年的前男友丰盛 希望丰盛可以帮她渡过难关 丰盛碍于情面去见了她 没想到前女友还要拉她跳槽 许倩妮希望丰盛加入她的律所 谢谢您的赏识 但是我对现在的工作真的很满意 丰盛果断拒绝 毕竟此时的她已是一圣和律所的合伙人 在律界更小有名气 为了搞定前男友 许倩妮答应会给她比现在公司 更大的话语权和空间让其发展 还表示两人之间的余情未了 愿意一起创造家庭和事业的双辉煌 丰盛听到这转身冷酷的离开 没想到许倩妮软磨硬泡死缠乱打 直接又拉又爆 她又恳求丰盛陪自己去见 两人恋爱时认识的大客户 丰盛依然拒绝 算我求你了还不行吗 我可从来都没有求过你 就是吃个饭而已吗 你不在我真的搞不定她 看着许倩妮独自打拼事业的艰难 她最终心忍 当她来到酒店 看着各式各样大量的酒推进包房 丰盛下意识的不舒服 她硬着头皮陪许倩妮打配合秀恩爱与客户应酬 这种拼酒拿单逢场做戏的场合 丰盛很不适应 很快喝醉的她跑卫生间狂吐 这不是你的水瓶啊 我已经尽力了 今天就到这儿 好不容易拉来的大客户和前男友 许倩妮怎会轻易放她走 别闹了 咱们还等着呢 咱们再来一轮 眼看丰盛执疑要走 许倩妮直接从拉爆升级为现了现身 她希望丰盛能留下 两人一起创造业绩 实现人生梦想 丰盛不想谈什么梦想 毕竟奔似的人了 她只想以自己意愿而活 许倩妮搞激将法 回忆他们曾经心灵相通志同道合的曾经 别跟我说这些话 也别想再把我拉回以前的时候 丰盛劝这位极品前女友不要好高勿远 许倩妮哪里听得了丰盛的心灵鸡汤 只是发疯式的纠缠 跟我在一起就那么难吗 丰盛决定给她最后的忠告 别再喝酒了 你是一个律师还是个女孩子 你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你知道吗 这人的求人占个便宜 不知道 都说分手见人品见良心 这发着光的好男人 这世上打着灯笼也再难找到了吧 火辣女孩和单亲妈妈 男人都会怎么选 本来单亲妈妈 顾念和丰盛恋爱甜蜜 但没想到二婚中就败给了孩子 单亲妈妈主动放弃了丰盛 为缓解失恋的痛 丰盛申请了出差 我长这么大 还没有人能拒绝我两次呢 我也不想当第一次吃你螃蟹的人 心高气傲的沈庆越挫越勇的死缠烂把 之后还制造了各种和丰盛的偶遇 结果丰盛对她视而不见 但是随着丰盛公司承接了最新案件 何子峰性骚扰案和沈庆自己的解雇案 他们的接触又多了起来 沈庆也通过这两个案件的深入接触了解到了顾念 并对顾念的职业风范赞不绝口 但她也隐隐之中感知到丰盛和顾念之间的关系不一般 小姑娘对丰盛吃热的爱 顾念也全都看在眼里 虽然心里有酸楚 但她表现出极致的坦荡与祝福还愿意撮合他俩 她明确告诉沈庆 我们同学同事上级和下属 不是像你想象的那种关系 单纯的沈庆深信不疑 丰盛看着两女人的态度 她焦虑得不知所措 她向老同学诉苦表示还深爱着顾念 可又苦于顾念对孩子的羁绊无法接纳她 对她刻意保持距离 这你喜欢的吧 你不敢说 这在你身边的吧 你又不想要 你这也太难伺候了 老同学的话一语重地 可这别扭的三角恋了 她不喜欢的沈庆却是爱藏了她 沈庆决定再次向丰盛求爱 这次还整了气球蜡烛 还让顾念帮忙为他们的浪漫求爱仪式拍照 顾念只好勉为欺男帮忙 她看着这位勇敢追爱的小姑娘 内心五味杂陈 但女生主动求爱的结果不言而喻 明明都已经离婚了 却还大秀恩爱 到底图个啥 这对夫妻因男方婚外情而导致离婚 离婚后的顾念重回了职场 也遇到了爱自己的男人 前夫宋嘉诚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他依然想掌控前妻 另外 他们虽然没有利益共同体 但宋嘉诚的老板形象决定着 公司和客户的大动脉 本来宋嘉诚婚外情和坐牢 这两件事就已经让公司差点分崩离析 如今更棘手的是 是公司二把手徐沐岩正在运作一场阴谋 徐沐岩故意放弃公司大客户 然后把责任都推到宋嘉诚身上 如果如风格 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得自己亲自去挡回荣丰阁这个客户 可问题是荣丰阁总裁刘小红的丈夫出轨 传闻说刘小红最讨厌男人出轨 对婚姻的不忠 刘小红觉得宋嘉诚也是这样的人 所以不想再和他合作 顾念深知要搞定这个客户 他必须出马 这么懂事知书达理的前妻 一切郑重前夫的下怀 于是顾念没有任何矫情地戴上了 婚戒与宋嘉诚扮演恩爱夫妻配合表演 这位暴打出轨男专业户 且黑白通吃的大佬刘小红 对他们的秀恩爱竟然装傻般地接手 聊到出轨话题 顾念维护前夫说是因为自家男人律师 身份难免对外面的人报复所致 这位大佬对顾念格外的行吗 因此宋嘉诚因为这件事情顺利地留住了这个客户 这一成果不仅堵住了所有有二薪的股东 还让徐沐岩的计划落了空 拯救了公司控制权 接下来宋嘉诚该准备彻底清理门户 只是这好一出秀恩爱拯救前夫公司命运的戏码 顾念的心意对象 丰盛只远远地看到默默地离开 他曲解为顾念想与前夫复婚 他虽然爱顾念 但他也很理性 顾念为了孩子和家庭曾向他提出分手 心照不宣的成年人的爱情总是权衡利弊更多 现在的丰盛对顾念更多的是远观暗念 也一直在死心复燃中徘徊 前夫宋嘉诚对顾念更多的是为了孩子和事业各区所需 而顾念自己更有独有的认知和底线 这次合伙人大会的议题就是 拿下宋嘉诚 保徐主任上位 这几位合伙人胆子十分大 他们要吞并公司还要将老板提出局 徐沐岩本是天伦乾坤的第二把手 当年跟着好兄弟宋嘉诚一起创业成立绿所 两人好不容易将公司做大做强 如今徐沐岩不甘心屈居二把手 都说再好的兄弟不要一起做生意是有道理的 长久的不公平和利益让徐沐岩开始背信弃 他要让宋嘉诚这位业界金牌律师 公司大佬身败名列 在律所代理的杜康案中 老板宋嘉诚被牵扯 其中还被指控贪污和性贿赂 这一切都是徐沐岩在背后搞的鬼 但他想将宋嘉诚彻底踢出局侵占公司所有的资产 股东和财务是不可跨越的两道墙 于是徐沐岩找到了财务总监吴蕊 他通过恋爱诱惑收买吴蕊 吴蕊抱着两人能成为两口子的愿景下 跟他联手算计老板已达到吞并公司 但作为一名财务总监 吴蕊做事算是十分谨慎 所有财务往来 他都有辈分 这也为他后来的反水埋下伏笔 宋嘉诚被抓光了好久 好在有个没放弃他的前妻 故念帮助查证据打官司 财宝的宋嘉诚无罪释放 徐沐岩很不甘心 虽然让财务总监当了冤大头 并出国保密 但一切局势对他也没太大威胁 毕竟他在宋嘉诚深陷淋雨之时 就已经勾结了公司大部分合伙人 和收购了很多股票 宋嘉诚过去是咱们天伦乾坤的金字招牌 这点不假 但现在他已经是咱们的累赘了 你们说是不是 出狱后的宋嘉诚自知此事 不能当众撕破了 他要一步一步地清理门户 第一步 震慑股东 因他性贿赂一案 导致很多客户对他失去信任 徐沐岩还故意放大矛盾和影响 故意放弃公司大客户 然后把责任都推到宋嘉诚身上 意图借此事 剥夺宋嘉诚对律所的控制权 没想到宋嘉诚一出狱就破局 他第一时间找到这位大客户总裁 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留住了客户 他要让所有股东们知道 老板出马力挽狂澜 我今天来的 一 我让是来探望大家 其次呢 之前如风格 这不仅堵住了所有有二薪被收买了的合伙人 还让徐沐岩的计划落了空 对不住各位 我得先走了 我上个约上球 你们聊 哥 哥 你慢走 老板和马头子 一切高下利紧 但宋嘉诚知道 这也仅仅是用客户绩效稍微安定了股东 第二步 笼络人心 先发制人 我没迟到吧 会议开始之前呢 我先说个事 宋嘉诚从员工的加班费 和拆旅费的报销仪式上大作文章 用实际的福利笼络高管 以及中低层员工 谢谢总 谢谢总 没有谁会跟前过不去 所有合伙人看在眼里 感激和威严在心里 好 咱们接下来说正事 据说今天会议的议题呢 是要讨论我的事 沐岩本就蓄谋了很久 他按计划而言语 讲明今天就是按合伙人公约行事 讨论宋嘉诚的去留问题的 探索预言 大家随便说 王绿 您的意思呢 副总组织安排 梁绿 您呢 我先听大家怎么说 眼看提前拉拢的合伙人 都不想先得罪 宋嘉诚直接开门见山 梁绿 你的意见呢 要不你先说说 你不定个调 他们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好啊 注意看 这个下属竟敢坐在老板桌上 逼老板退位 我觉得您现在记忆不太好 这么大的鼓 我可背不动呀 所有人都知道 您才是天伦乾坤的一万手 他敢如此胆大妄为 在于他手握着老板的一个命 最杀手锦的是 还有一个人正在现场 方旭 你在一圣和 受到的不顾名待遇 可以说一下 还有宋主任 有没有私底下 把天伦乾坤的客户 诉讼给一圣和 有点为什么 原来 徐木言为了对付老板宋嘉诚 他把离职的方旭 破格招到自己的门下 他知道方旭与公司竞争对手一圣和 与老板的前妻顾念都有结怨 利用好方旭内将事半功倍 方旭也确实做到了马首事安 他进公司的第一个大任 就是阻挠了顾念 并封锁了天伦乾坤内部线索的调查 尽管如此 顾念依旧凭本事 将宋嘉诚从杜康一案中摘出来 宋嘉诚无罪出欲 让徐木言乱了阵脚 他打算再次涉套陷害宋嘉诚 是要将宋嘉诚踢出公司 自己好当老大 很快他收买了好几个合伙人搞阴谋 方旭也被拉了进来 为何要说这件事 方旭不明所以 但他斩钉截铁地答应了下来 很快合伙人大会如期召开 方旭这才看明白徐木言利用他的真正用意 当看到老板宋嘉诚震慑股东 笼络人心的一顿操作后 方旭忐忑不安 合伙人们也都不想当那个出头呢 徐木言率先将方旭叫出来 让他讲一讲他在一圣盒的遭遇 还有宋主任 有没有私底下 把天伦乾坤的客户 诉讼给一圣盒 也就是顾念 有这回事吗 有 有这回事 这个揭力外加方旭的证明 让徐木言信心炸裂 他直接胆大妄为地 坐到了老板桌上质问 宋嘉诚清楚地记得这件事的潜音始末 我记得当初 不是 这件事还是你向我提议的 这是咱俩共同的决定 你忘了 徐木言矢口否认 我觉得你们现在记忆不来好 怎么可能 是吗 徐木言阴阳怪气地表示 他不可能为了别人的女人 牺牲公司的利益 况且他是二把手 又没有决定权 封口无凭 我请大家听一段录音 对着断章取义的录音 和徐木言的做法 宋嘉诚冷笑着表示不耻 真是人才 不愧是天伦乾坤的这个顶梁柱 多谢主任 多年的栽培 事已至此 眼看大功告成 徐木言鼓动所有合伙人 讨伐宋嘉诚 以违反合伙人 守则为由让其退论 但作为一名律所 老板哪有那么容易 被拉下马 宋嘉诚坚定地质疑 谈话音频的断章取义 徐木言一副小人得知嘴里 他再次拉出他的杀手锏 袁正义给老板最后逆击 没想着最后逆击 袁正方絮静电挂倒戈 徐准 我认为你说的并不准确 方絮的背叛 让徐木言傻眼 不知方絮为何 没有落井下石做小龙 也许他已想好了 另一种升官发财之路 这个女人太霸气了 只因为看了几张照片 就将男友送进了监狱 这就是坏事 做尽还不珍惜女人的下场 被告人徐木言 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12年 应诸罚金 人民币250万元 原来 他渣男男友是 天伦乾坤的二把手 他是财务总监 案里都是身居高位的成功人士 可他那个做死 男友欲求不满 硬拉着他同流合污做假账 意图陷害老板宋家臣 好把别人的公司 变成自己的 没成想 老板扶大命大的 洗脱罪行出狱了 东窗事发的结果 就是他当了冤大头 并逃到国外保命 吴润 你先别着急 你在那边再待一段时间 什么时候回国 我通知你 只不过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方絮意外发现了他们的秘密 杂物间遗留的电子相册 当方絮把徐沐岩偷情的照片发给他 他瞬间气愤上头眼泪作伴 本来他就是被男友利用了才做的坏事 如今东窗事发 他更是为了护男友周全 自己当了冤大头身败名裂 自己还仍不仁鬼不鬼的在国外躲着 没想到男友竟然春风得意扎的心安理得 还偷情恶情自己 被伤害被逼急惹恼的女人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他果断联系了方絮查探国内动向 你是宋家臣的人 上去吧 徐沐岩害得我好惨 他揭露了徐沐岩的种种恶劣罪行 也彻底看清楚男友真面目 方絮劝他悬崖勒马回头是案 是 回头是案 最终他决定回国自首并举报男友徐沐岩 方絮虽然顺利接机但也忐忑不安 毕竟如此大案要案 还涉及公司内部和杜康案 现在就去哪 去哪 监察呗 两小时后迎来大快人心 他男友徐沐岩一大早一上班就面临当头一棒 你是徐沐岩吗 我是 大董 我跟杜康案的亦家关系都没有 我说你有脑子吗 你脑子是不是就是出脑子啊 你让医生过那边跟流乱狗样把你抛起 是我 你说这么对待我的吗 这么回报我的吗 这个男人为升官发财有多倍性起义 入职三个月 立下汉马功劳示好老板 反被老板赶出公司 方絮被一胜和辞退后 是徐沐岩把他特招进了天伦乾坤 徐沐岩招他在自己威下更多的指示 利用他对付大老板宋家臣 没想到在合伙人大会上 方絮临阵倒戈背叛了徐沐岩 徐沐岩 我认为您说的并不分确 你们说的这件事和我的事没关系 而且我非常确定 我输给姑娘律师是我自己的问题 他没有按计划配合作为证 也没有对老板宋家臣落井下石 计划失败后 徐沐岩大骂他忘恩负义 我说你有脑子吗 方絮为什么要忘恩负义 最主要现实原因就是想升职加薪 徐沐岩虽是他老板 但他更愿意相信大老板宋家臣的实力 所以他果断背叛徐沐岩投靠宋家臣 顾念曾与方絮当过同事 他觉得方絮是个工作认真 积极且年轻有为的人 他很愿意向宋家臣保举推荐 宋家臣本来对方絮就印象深刻 毕竟在合伙人大会上自己没被拉下马 方絮功劳不小 也明知方絮气暗投明 宋家臣依然敞开怀抱接受他 有事没事的还约方絮到家里品尝他做的独特美食 趁机传授商场丛林法则生存之道 不管是鼓励鞭策挑战或潜能 总之一切向好 方絮为示好老板宋家臣 也拿出了自己的最大诚意 他帮老板案地调查了二把手 徐沐岩和财务总监吴仁 还顺利地把徐沐岩送进了监狱 自然被提拔为天伦乾坤的职业律师 老板宋家臣也重新拿回公司第一控制权 在公司庆功宴上 宋家臣接受着公司所有同事送来的祝福和善意 看着所有人喜笑言开 他虽无畏杂臣 但也感慨狂欢尽兴地喝着酒 很快 醉意朦胧的他跌跌撞撞去卫生间 方絮随后跟来双手扶着他 恍惚间他把方絮看成了徐沐岩 连眼神都跟徐沐岩一模一样 短暂的醉意模糊又刹那清醒 他顿时恍然大悟 曾经徐沐岩也是这样的对自己言听 既从马首试安 他们曾是最好的朋友 最信任的伙伴 没想到公司做大做强了 徐沐岩不仅背叛他 还算计他的公司 一想到这 他就不由自主地讨厌和防备 曾有过背信弃义的方絮 至此 他的黑名单上有了方絮的名字 在一间五百强的律所里 藏着一个奇怪神秘且酷爱收集口红的女 即使作为一名律师 他也从不上庭 不谈感情不社交 脸如一个隐形人 难道他有什么难言之意 终于有一天 一个男人发现了他不可告人的秘密 原来方絮想追求叶琴琴 叶琴琴越是孤傲自闭的夺审 方絮越是想要去了解他 可没想到 不了解还好 这一深入调查 就扒出了心爱女孩的不堪往事 还为女孩引来的牢狱之灾 唐小英在下周用的是你的名字 叶琴琴 这是为什么呀 你说什么 天哪 她的一通调查电话竟牵扯出一起偷换人生的冤假错案 自己心上人竟然冒用别人的名字 方絮震惊得不明所以 她飞奔去找心上人叶琴琴何时 我找到真的叶琴琴了 你说什么 你是唐小英 你用了她的名字 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你有病吗你 没想到心上人恼羞成怒 一顿发火谩骂 真的对不起 我想我想帮你好吗 吃剑 吃剑 方絮自知吵架大火 不知如何收场 可是很快 真的叶琴琴就找上她了 我是叶琴琴 我要告唐小英 谢谢你给我打了那个电话 要不然这辈子我得冤去死 原来叶琴琴和唐小英两人曾是高中同学兼闺蜜 当年一起高考 叶琴琴落榜后 两人就断绝了联系 没想到时隔多年后 叶琴琴还得知自己是被人所害 大学录取通知书上写的是我叶琴琴的名字 唐小英他冒充了 我用的也是我的名字 我的户籍信息 天啊 第一次听说这种事 一个人的姓名和学籍 甚至大学入学资格都能被偷背冒用 且还能瞒过教育局和当事人 这背后真真不简单了 难怪他考上大学之后 就彻底断了跟我的联系 现在我才明白 因为他就是一个贼 一想到人生彻底被改醒 任谁都深恶痛绝追究道德 而此时的律所里 贾琴琴寝石难安的在梦游中惊醒 也难怪他在公司低调隐形 还每天担惊受怕 毕竟偷来的人生不仅自作自受 还将付出沉重代价 你是唐小英吧 我是 秦春省邱立县官局的 现在依法拘捕你 竟取了我的大学入学资格 他冒充我上了大学 我要告唐小英 唐小英他冒充了 我用的也是我的名字 我的户籍信息 天啊 这世上还真有胆大妄为 赶造假冒用别人名字上大学的 关键制人为的偷换人生的真相 在十几年后才结醒 这天 正在送外卖的叶琴 叶琴接到一通陌生电话 对方说他认识一名律师 和他一样的名字 还问他认不认识一个 叫唐小英的人 他突然愣住后 又歇斯底里尖叫 为查清真相 他特地回到当时的高中 调取当年的录取通知书 于是 他果断报了警 并要求对方赔偿精神损失费300万 面对充足的证据 涉嫌使用虚假身份的罪名 是板上钉钉 假叶琴庆被拘捕后 对一切罪行供认不讳 原来他当年高考失利 他的父亲便利用关系 窃取了闺蜜叶琴庆的入学资格 并冒名顶替闺蜜上了名牌大学 毕业后到了大城市的律所里上班 如今职场十年东窗事发 正冒名十几年 真真的讲他过得也不尽如意 毕竟偷来的人生 担惊受怕时事伴随着工作和生活 给对方造成的伤害 他明确表明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可核心问题来了 他不愿意赔偿300万精神损失费 贾勤进本就在律所任职 很快他的公司就帮他保释了出 并帮他代理了一切刑事和民事案 不管怎么说 小英是名好员工 每个人的一生当中 都会有犯错误的时候 但是300万索赔金 真的是太不合理了 总感觉这三观是不是有点问题 害别人的人这么容易被原谅 律所职场虽然更现实趋利避害 可与别人的一个大学名额相同 毁了别人几十年的生活相同 被害人不是更值得同情 更应该帮争取利益最大化吗 他们竟只想用道歉了事 很快公司多名法务 就为贾勤进展开辩护 为了让真勤进签谅解同一书 达成赔偿和解 双方律师安排两人私下见命 根本不用行 换做谁都会场面试口 贾勤进一家虽然心虚愧疚 但这是换谁都不可能冷静和原谅 先桌子挨揍都算轻的 300万的赔偿还想讨价还价 世界上没有这么便宜的事 他就是赔我一个亿赔偿不了我这一伤 若不是被他所害 现在的自己肯定是大学学历 也肯定会与现在的生活截然不同 至少绝不是像现在早早结婚生了娃 也不至于没有一份体力工作 一生都要待在乡村 我要是换成你漂亮的话 我也会说 你愿意换成我吗 努力那么多年拼来到大学入学 自个儿让人偷走了 换你你愿意吗 努力那么多年拼来到大学入学 自个儿让人偷走了 换你你愿意吗 我要是换成你漂亮的话 我也会说 你愿意换成我吗 这是一起偷换人生案 最好的闺蜜不仅窃取了 她的大学入学资格 还冒用了她的身份上学和生活 如今东窗事发 两人对本公堂 无论对方和她家人怎样道歉 律师怎样从中调解 被害人叶琴青坚决不和解 也坚持要对方赔偿三百万 我提出这份赔偿不完全是为了钱 我想要一个公道 想讨一个说法 想看到作者受到应有的惩罚 可对方拿不出三百万赔偿金 对方律师认为 若是坚持上庭 法院也未必会判这么多 可即便如此 叶琴青还是坚持讨要一个说法 很快法院开庭 在赔偿款上双方依旧各不让步 下庭后双方律师达成共识 都觉得民事赔偿对双方最有利的结果 就是调解结案 于是诉讼来到了二审 这次顾念作为被告方律师 她改变原有的辩护策略 她先是代表当事人道歉 然后向所有人倾诉她的当事人 用假身份的这些年 其实日子过得也没有想象的好 她虽然上了大学 她成为了一名律师 但她从来不敢上庭 她从来不敢交朋友 作为一个女孩子 她始终没有办法 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 对这一世弱装可怜的辩护 原告叶琴青马上反驳 毕竟是你自己偷了别人的人生 自己过得不如意 怎还怪上了别人 搞得都不知道是谁伤害谁了 心虚愧疚的贾琴青 只好大打感情牌 表示她与琴青从小相识 两人情依日月可见 是希望做一辈子好闺蜜的 没成想自己误入了歧途 因为我是一个贼 我偷走了 本应该属于你的这一切 有时候一个选择一个决定 要等到好多年以后 才知道是做错了 贾琴青忏悔是诉苦 让所有人为之动容 律师顾念也趁机 拿叶琴青家庭说事 我知道你现在有一个 很幸福的家庭 有一个爱你的丈夫 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儿子 顾念提醒叶琴青 不要执着于将所有精力 都耗在这场关乎要钱的 无限拉扯的官司上 要珍惜当下的幸福 表示过去的已过去 你的家人更需要你早日回归 女人总是感性共情的 特别是当妈妈看到孩子 写的思念妈妈的小日记后 叶琴青最终一年瓦解 叶琴青 法庭再次征求你的意见 你是否愿意进行调解 我愿意 只是让小编都想不到 竟然能靠道德绑架和孩子 就祈求了对方的原谅 还打赢了官司 不知现实中 真有这样打官司的吗 偷换人生案 你能接受这样的结局吗 女人正性高采烈的来找她的闺蜜 没想到却意外听到一句 晴天霹雳毁三观的惊天秘密 你跟宋家臣在一起的时候 你不知道她是有家属的人吗 你想不想过你拿这件事 怎么跟念姐解释啊 没事啊 得知自己的闺蜜 竟然在自己没离婚之前 曾插足过自己的家庭 顾念碑重新来 手机里的出轨证据 更是让她怒火中烧 真应该多打几巴掌 都说防火防盗防闺蜜 以前不知道什么是绿茶表 因为她不仅偷学历还偷人 且还都是对自己的闺蜜下手 本来唐晓英是顾念重返职场后 交的第一个好朋友 顾念此次前来 更是为了帮助她打偷学历的官司的 没想到晴天霹雳 还爆出她偷自家男人 唐晓英本以为顾念不会再管自己了 但顾念最后用顶级的律师职业操守 禁止出了庭 还帮她争取到了她与她闺蜜 就三百万民事赔偿的和解 散停后 唐晓英一路找到顾念的住处 想跟她解释她与她前夫的关系 面对毁自己婚姻的小三 顾念只觉得恶心 别叫我念姐 别跟我提朋友这两个字 你把我当朋友吗 你不配 此时再多的解释 顾念都心如死灰 如果你不认识我 你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吗 不管你认不认识我 宋嘉诚当时都是有夫之夫 出去 很快顾念回到家 正碰到前夫宋嘉诚 准备带女儿去骑马 恶心敢再次袭来 她果断摊牌发痕 总统今天不会跟你去了 宋嘉诚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按照离婚协议上说得来 彤彤一个星期只能见你一次 她让宋嘉诚 尽快与孩子奶奶讲明离婚的事实 宋嘉诚惊恶 眼前的这个昨天还准备商量 为了孩子有望 与自己复婚的前妻 怎么就 前妻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个月前妻 宋嘉诚心知肚明 自己婚内出轨的第二个小三 被顾念知晓了 沉思三秒后她果断同意 并表示离婚的事 会尽早与家人公布 今天要先带女儿去骑马 她今天不会给你去 我必须带着她 不可能 从来不会让我女儿失望 我说不行就不行 说完就去开了门 要将宋嘉诚赶出去 而此时 宋嘉诚的母亲正想在门口偷听 她不明所以 只感觉气氛异常 她焦急地问到底出什么事了 顾念憋泪不说 宋嘉诚也是一言不发 忍无可忍的母亲 只好用寻死觅活和一巴掌 换来了宋嘉诚的实话 你说你在外面还有多少女人 你怎么能在背地里做出 这么让人丢人现眼的事 母亲对宋嘉诚一顿恨铁不成钢的属诺 表示顾念上的厅堂下的厨房 事业家庭内外兼修 是个好儿媳 她要儿子去找顾念承认错误 请求原谅 完了 来不及了 你什么意思 我跟顾念早就离婚了 母亲气得咬牙切齿 血压升到580 什么时候的事 这么大事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童童是不是判给她了 单亲妈妈终于鼓足勇气 与女儿坦白离婚 她小心翼翼地试探女儿 没想到女儿不仅竟在掌握 还通情达理 我怕没睡了 原来女儿早就猜到父母离婚了 其实这段时间 你们装得不太好 早就放心了 看到女儿的异常冷静和懂事 顾念自责不已 你看给我了 那我还能去爸爸那里住吗 顾念诚诚地点头 表示大人之间的分开 完全不影响孩子与父母的相处 孙嘉诚同学很爱你 她是一个好爸爸 随即女儿淡定表示一切知晓 在回房前 她还不忘安慰妈妈 只想说 这么好的女儿和妻子 是哪个缺心眼的不珍惜哦 女儿虽然没有大哭大闹 和十万个为什么 但是顾念却绷不住的泪中 带酸甜带苦涩 毕竟孩子无辜 这种不圆满和缺憾及苦涩 只有单亲妈妈才懂得悲凉 可是还没等释怀 她的扎前夫变得更扎了 有件事我得跟你商量一下 扎前夫宋嘉诚 竟然要变更孩子抚养权 顾念擎天霹雳 她坚定回绝 原来本来两人离婚的时候 就以协议好孩子抚养权规顾念 结果离婚一年多婆婆知晓后 以死向逼非要夺取孩子抚养权 宋嘉诚也眼看复婚不成 她顺势而为也懒得再装 直接与顾念撕破脸 她当初之所以引离婚 将抚养权给顾念 只是自信地以为顾念善良 又愿意离婚不离家 顾念更会为了孩子和自己复婚的 不料 半路杀出一个情敌丰盛 虽他们没正视在一起 却也只是等着他出坑而已 另外 她的第二个情妇唐小英 被顾念发现了 她知道顾念是彻底的 不会给自己击婚了 于是她这个妈保男渣男 综合体的绿界大渣老 在出幺蛾子 她扬言要用一切资源和手段 跟前妻打官司抢孩子 还要让顾念这个小律师 混不下去 顾念为了女儿 她逼不得以伏地做小请求 曾经欺辱过自己的公司 离婚专家李大为 帮助自己打官司 李大为不计前嫌满口答应 一切有条不紊的进行 殊不知 扎前夫和前婆婆更扎出天井 他们其上正给顾念使绊子 不仅诱导孩子选爸爸 还搞卑劣的不正当手段 给顾念公司领导施压 更逼退了顾念请的律师 只是这最终结局 不知谁能赢得孩子抚养权呢 顾念和宋嘉诚 关于女儿抚养权即将闹上法庭 顾念请了本公司的专家律师 李大为帮她辩护 宋嘉诚知晓后 竟嚣张地公然找上门来 万一要是输了 伤害不大侮辱性强 没想到之后的十分钟 同为律界大佬的两人 谈笑间也护给对方图法 但宋嘉诚有备而来 他不仅现场与女儿通视频 暗示李大为自己略胜一筹 老名女儿不仅跟自己更亲近 自己还比顾念更有钱 有权有势有手段 女儿可爱 可爱 你说这么可爱的女儿 我怎么能放得下手 司空见惯的李大为 也不甘示弱 更没有知难而退 毕竟已经手握 宋嘉诚的多次出轨证据 想变更抚养权的变数可知 最后嚣张的宋嘉诚 软硬监视甚至拿钱收马 面对一切威逼利诱 李大为不以为然 眼见从顾念的律师李大为 这破不了局 宋嘉诚很快诱出 狠毒卑劣心招 那就是强迫他公司的 两名员工去诬告 顾念公司的三位掌权人 另一 丰盛 李大为三人均被一个 曾经在夷胜和实习过的 女助理指控性骚扰 更卑鄙无耻的是 宋嘉诚让方绪办理此案 而且指控人 也是从夷胜和律所离职的 两个离职的人 去给老东家的三位老总找事 且都还是控告性骚扰 这多少有点坑 果然一顿调查取证下来 方绪才知道 所有的指控都不成立 我们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 做好这件事 我们都可以留在田伦前婚 方绪也才后知后觉 自己被宋嘉诚当枪使了 方绪不想和他们同流合污 决定退出此案 但诬告的当事人不依不饶 他要亲自指控丰盛 要以丰盛和女员工纠缠不清 唯有把丰盛彻底搞臭搞垮 所有人都知道这目的太明显 诬告人背后指使人就是宋嘉诚 宋嘉诚想通过这个性骚扰案 一举两得 明着打压竞争对手一圣和 但背后又是针对丰盛和顾念 即要搞臭丰盛 又要让顾念难看 如顾念与丰盛二婚 自然又涉及到孩子 总之此案涉及案中案 即能让宋嘉诚轻松拿捏顾念 又能有利于他夺回孩子抚养权 方旭愤愤不凭自己进阶的 明知会输的性骚扰骨头案 他找宋嘉诚质问 宋嘉诚承认此案 就是他故意而为之的 我就是要给他们破脏 我就是要针对他 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他就是要不择手段的陷害 一圣和和前妻性骚扰案虽败 但目的达到就行 面对老板的各种TUA 方旭只能忍气吞声 而顾念与三位老总这边 刚从这个被涉局的官司 和不正当商业竞争手段中松一口气 而新一轮的来自宋嘉诚的疯狂报复 又排山倒海的来 我很明确地告诉你 那是我人生当中 得到的质量最高的一个 我很享受那个过程 为了抢夺女儿抚养权 家前夫也真够卑鄙的 他竟指使女下属去诬告 前妻的男友性骚扰 且还连带着将前妻公司的 三位老板一起给脱下了水 他说在给你当助理的时候 你逼迫他形容 自己出业时候的感受 不光是你 他还告我 强迫他忍受客户的言语骚扰 然后指控我晚上夹壞的时候 强吻他 所有人很快洞察出 这是不念前夫宋嘉诚 为夺孩子抚养权 故意指使人来诬告走的一部阴招 此三人本就是律所掌权人 律界精英 岂能让一个离职的员工给诬告 很快 双方当事人及律师一起 当面对制调查取证 所以你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闷起了关于蒋女士的出业文 李大为清楚地记得 当时的他们在处理一起离婚案 当事人讲述自己私密经历的时候 蒋书文在一旁偷笑 李大为不能忍受 他这种没有职业素养的行为 就当场质问 他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经历 蒋书文被问得哑口无言 很显然指控李大为 性骚扰根本不能成立 接下来就是另一了 蒋书文自称被客户 彭总不怀好意地盯着看 还询问他内衣尺寸 另一对这种行为没有制止 我觉得就女性和女性之间的 谈话来说是这样 女性 蒋书文律师方絮简直目瞪口呆 毕竟女性客户 向女性助理问内衣尺寸 并不能算是性骚扰 他怀疑这次诉讼 是老板宋嘉诚 故意指使的蒋书文 还顺势将自己拖进了这趟浑水 你为了自己的前途 你不能陷害令一和李大为啊 一和李大为本来就不是目标啊 丰盛才是 方絮这才后知后觉 自己被宋嘉诚当枪使了 可是诉讼流程已经开始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关死 第三个被告人 丰盛是宋嘉诚的重点针对目标 关于强迫陪客户吃饭 陪酒醉的不省人士 强吻和徒酒一事 丰盛依用录像证据和票据 驳回了蒋书文的指控 蒋书文依然不依不饶地狡辩 不把丰盛搞垮搞臭 事不罢休的架势 最后还爆料丰盛和顾念 在办公室亲吻的事 他认定丰盛经常对女员工进行骚扰 他要以此为据扩大 毁三观的影响并要挟律所 面对着气势汹汹的诽谤和道德绑架 面对这个不要废丝的小太妹 顾念站出来坚决还击 我跟丰盛之间的那次亲吻 是我自愿节省 我跟他从来都不只是只有工作关系 好汉怕掉个儿 让你一个星期只见你女儿一次 你受得了吗 这个阿姨第一次给孙女送饭 只因为儿子离了婚 抚养权归了儿媳 为了将孙女抚养权抢回来 他要悄悄叫说孙女疏远妈妈 诱导孙女跟爸爸 奶奶告诉孙女 爸爸很想你很爱你 爸爸才是你的榜样 爸爸开大公司 做大老板努力工作都是为了你 所有的一切将来都是你的 这奶奶也真是够了 自己儿子婚内出轨至离婚 后还坐牢各种范景 前而戏把孩子照顾得好好的 如今还非要来抢孙女抚养权 不仅怂恿孙女搬到爸爸家 还诱导孙女选爸爸 最关键还大言不惭的闲情儿戏 没照顾好孙女 还对孙女洗脑说妈妈没爸爸有本事 还有脸教育孙女说爸爸才是她的好榜呢 怎么绝口不提自己儿子 怎么对婚姻不忠的呢 果然女儿在奶奶的诱导下 当晚回家就跟妈妈商量 妈妈 我想去爸爸那里 顾念一律 女儿怎么突然会有如此想法 女儿把奶奶给她送饭的事说出来 顾念不想大人之间的矛盾 影响女儿的学习或选择 如果奶奶再到学校找你 你可以告诉我吗 隔天中午 顾念急匆匆赶到学校 原来前婆婆又去学校给女儿送饭了 不用说 女儿自然对妈妈更有心 顾念提醒前婆婆 不要再和孙女说各种挑拨的话 会给孩子增加不必要的负担和压力 此话一出 前婆婆强势心事问罪 瞬间剑拔弩张 顾念也毫不客气 您可不只是做了这些吧 您除了送饭 您还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 前婆婆强烈抗议 宋西藤说到根上她姓宋 这要在过去老实年间 99% 那孩子是跟着父亲一起过的 前婆婆还各种打着为孙女着想的名义 指责顾念不该因为自己儿子的一点过错 就草率离婚 幸福的家庭 把你拆成了两个 还说这个家庭和孙女受到的所有伤害 都怪顾念 顾念才是罪魁过手 顾念被彻底激怒 她搬出早已签好的离婚协议说是 咱们现在说这些都已经没有意义了 该给的探视时间我已经给了 那这也是孙嘉诚自己该承受的 离婚协议上就是这么签的 服养权归顾念 前夫一周探视孩子一天 前婆婆坚决不干 继续阴阳怪气骂骂咧咧 顾念不再心慈手忍 毕竟对前夫前婆婆已经人之意尽 因为这之前从没限制过他们的探视时间 如今非要来征服养权 那就依法办事 从今天开始 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您不可以见宋先 因为从法律的层面来讲 您没有这个探视权 顾念决心与这个毁三观的家庭 您是来给西通送饭的是不是 交给我吧 您可以离开了 亲们 为如此霸气有骨气的单亲妈妈点赞吧 只是不知道接下来 她的扎前夫为抢夺抚养权又会是什么手段 单亲妈妈终于心无旁计地与大学同学重然爱恶 说到底两人能再次复合完全是顾念那个做死前夫帮了大忙 要不是扎前夫的神助推 顾念还在为不全孩子 为孩子有个正常完整的家与前夫委去求全 过着离婚不离家的假面夫妻生活 但前夫改不了吃屎的背叛 让顾念彻底死心也与前夫划清了界限 如今前夫撕破脸还不择手段地来抢女儿抚养权 顾念身心俱疲 而爱她等她的丰盛一直在身边默默守护 换谁都该紧紧相依 如果说上次与丰盛分手是因为孩子 那么这次复合 顾念完全遵从了本性为自己而活 她也决心带着孩子与丰盛好好面对生活 可没想到 两人从乡下出差一回来 孩子就朝他们当头一棒率先抗议 女儿半夜突然高烧不退 顾念叫来丰盛一起将女儿送到医院 女儿虽然知道妈妈与爸爸离婚了 但面对新叔叔 天生的敌意笼罩着她 怎么了 脚板了一下 她竟咬了丰盛的肩膀表示抗议 丰盛强忍不支声 顾念心痛不已 丰盛发誓会一直对孩子好 顾念深感兴慰 顾念觉得孩子是独立个体有独立思想 她尊重孩子 以孩子开心尊同自己内心就行 可是 她疏忽了一件事 此阶段她正与孩子爸爸争夺抚养权即将开庭 为拿到女儿抚养权 前夫本就在无所不用其极地对她使绊子 现在前妻这有计可乘的把柄 孩子爸自然不会放肚 她多次暗中教唆女儿疏远妈妈 诱导女儿搬来跟自己生 孩子本来就对妈妈男友还没完全接受 毕竟自己有亲爸 再加上亲爸的教唆洗脑 这么小的孩子自然无法知道父母离婚事情 也更无法领悔妈妈的心境处境 她听信爸爸误以为是丰盛的介入 妈妈才会狠心抛弃爸爸和奶 你们两人是多久了 你开心吗 得知都开心 顾念心有余悸 殊不知此时的女儿心中已有了抉择 可是 顾念为了女儿抚养权也在拼命争取诉讼解决 只是这十岁的孩子正猛懂 她真的会选没有人品的爸爸一起生活吗 你能想到一个男人为抢夺孩子抚养权 对前妻残忍到什么地步吗 她先是威逼力又收买前妻律师 未果后 又找查前妻的公司 用卑劣手段将前妻的三位老板 拖进了一场被涉局的官司里 向前妻施压效果甚微后 她又将矛头指向前妻的男朋友 指使别人去诬告陷害前妻的男友性骚扰 没有搞垮搞臭前妻及前妻男友后 她又暗中教唆女儿疏远妈妈 破坏前妻在女儿心中的形象 诱导逼迫女儿选爸爸 这个扎出天际的前妻也真够卑鄙 殊不知还有一个丧心病狂的前妻 眼看官司没有胜算 前妻婆便把主意打到了年幼的孙女身上 她怂恿孙女搬到爸爸家住 这一招差点诱导成功 但很快就被孙女妈妈识破并结伙 从今天开始 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您不可以见宋贤 前妻婆眼气息补 前妻却不甘心再次卷土重来 本来离婚协议约定宋家陈一周 只能见女儿一天 可现在的她不仅如是条约 还对前妻更加发狠 还故意在非探视时间 且不打招呼地就把女儿接到她家 你愿意跟爸爸生活在一起 还是跟妈妈生活在一起 各种堂一炮弹是教唆洗脑 十岁的女儿自然一切听爸爸 随即更是被哄地 要在爸爸家常住下来 当顾念得知这一切 她非常生气 是童童自己要到这来住的 我只是尊重孩子的意愿 宋家陈 现在西童的抚养权是我的 你这么做没用 没想到前夫恬不知识地挑战 底线强硬对抗 顾念失魂落魄 逼不得已地 她连夜打电话给律师李大为 表明自己与前夫 绝不停下和解 也绝不让步 她拜托李大为 要细细地收集证据 倒是一起上法庭 拿下抚养权 连着好多天顾念 都见不到女儿 顾念只好去学校看女儿 没想到女儿见到妈妈 并没有想要亲近的意思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 跟我回家呢 我不想跟你一起住了 我想跟爸爸 和我奶奶住在一起 顾念心知肚明 是前夫的教唆极右道 女儿也很爽快地 说出了原因 我和奶奶都能原谅爸爸 为什么你就不行呢 顾念顿时五味 砸成杯重新来 还没等她问清楚 女儿不耐烦地跑走 你走吧 我不想跟你说了 同学妈妈都看着呢 我不想跟你说 我说你了 顾念只感觉世界灰暗 含泪离开 她无可奈何 也深知这样下去 孩子肯定会叛递前夫 可她无法像前夫那样 不择手段地 去左右孩子的私心 更无法对自己 仅十岁的女儿 讲爸爸的惯话 尽管她手上 有孩子爸爸婚外情 甚至有多个情人的出轨证据 可她能做的 只是多收集证据做好预案 争取在法庭上赢下女儿 可没想到开庭前三天 再次出了大事 很遗憾 我和我的团队 不能再带领这个案子了 原来前夫之前 威逼利诱收买 律师李大为没有成功后 前夫再次用卑劣的手段 抢了李大为的客户 多次施压 最终把李大为给逼退了 没有了律师助力 顾念一时措手不及 李大为建议顾念 她希望女儿不要被人左右 按自己心里的意愿选 对于妈妈的心意 聪明的女儿心领神会 只是明天正式开庭 不知在法庭上争夺孩子 又将是怎样的激烈